大家好,我是大布帖小编 那在目前的台版来说 暗黑骑士的一个技能叫暗黑冲击 是可以随机发动1.5倍的这个额外伤害 但是这一招技能在目前韩版 已经把它改成是两倍 也就是说暗黑骑士的伤害又更强了 那当发动的时候 假设原本的单一下的攻击是80 好,那调整成两倍之后 它的伤害就是会额外再多出0.5倍 也就是说原本你一刀砍出来可能是80 那在发动之后呢 它会变成是砍成是80乘以2 变成是160的伤害 那如果是以原本1.5倍的话呢 大概是120 所以这之间差了40滴的这个血量 所以简单来说 它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大 那这个技能的调整 相信很多这个玩家会有这个兴趣 去了解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回事 那根据小编的测试 其实它的发动力 像目前台版暗黑冲击 它的发动力是大概7%左右 那当然有些人测出是更高 不过目前根据我们的测试数据 就是7% 那小编昨天也直接用目测的方式去测了这个新版的暗黑骑士的这个暗黑冲击的两倍伤害发动机率 那我测出来的结果也大概在10%左右 那10%跟7%这个基本上是差不多啦 因为我们是没有用很大样本数去测 所以这个10%有可能只是7% 那不过整体整体来说 它的发动力其实不低 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的就是韩版目前这个暗黑冲击的这个攻击的现况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发动机率到底算高还是低 好那这个改变呢 基本上对于暗黑骑士来讲 对他拿这个单手剑的攻击力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目前来讲嘛 骑士有这个单手剑的精通 虽然说它的发动力很低 那暗骑呢 也有这个暗黑冲击 所以这两招技能它其实基本上是在一个 算是在平衡的一个状况下 所以官方的设计 感觉就是要让骑士拿双手剑的更强 拿双手剑的情况下 它会发动更强的这个破坏力 那暗黑骑士呢 它跟骑士就不一样 它在拿单手剑的时候 可以发挥最强大的这个破坏力 所以未来的暗黑骑士 如果要发挥到最大的攻击力的话呢 建议就是以这个单手剑为主 好那双手剑的话 就是可能练功的时候用啊 或者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 你可能要吸收HP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你想要达到的目标的时候 你再去做 要不然平衡的话 改成两倍的伤害 这个其实对于伤害来说 对于练功效益或者是打架来说 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之后台版也会跟着改版嘛 那小编会来帮大家做一个测试 就是改变前 调整前跟调整后 这个技能带来伤害的一个差异 好那韩版这边目前我来不及了 因为当时是没有空去处理这个测试的部分 所以很抱歉 没有办法帮大家带来这个新的实验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的是 之后我们也会测试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呢 记得在影片右下角现在就按下订阅 然后按下铃铛 就可以收到我们随时更新的影片通知 或者是实况消息啦 好那这个安耐其事的最新资讯 带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